第39题,39题是提示提主,如右图所示,经有一小球至左边斜面上的欧点自由滑下,经水平面后分别爬上甲与丙三斜面,是依据此图回答39到40题,以至各斜面均为完全光滑面。 第39题是问,小球在哪一个斜面爬升的高度最高,这是老师上课讲过,那个伽利略所做的想象的实验,就是他们从左边跑到右边去的时候,会跑到一样高的位置,那么伽利略用这个想象实验最后推论出来所谓的惯性,那么以后我们会用能量的方法跟各位解释说,他会回到相同的高度, 总之这一题他会回到一样的高度,跟原来的欧点高度相同,所以三个斜面爬升的高度是一样高的,39题问,小球在哪一个斜面爬升的高度最高,我们答案选的是珠三斜面一样高。